过日子啊,这玩意试门学问 吵架呢,也需要技巧 我以前看过一句话啊,就说 就算再恩爱的夫妻 一生之中也有过200次想离婚的念头 和50次想要掐死对方人的冲动 大伙儿合计合计吧 掐死对方人的50次机会 是不是都要用了了都要 谁余格不足要透支了 有的女伙伴举手了 我,杀人要不犯法,我早就掐死他了 有时候我跟你说,都不是啥大事 全是鸡毛蒜皮,根本不值得一提 但是呢,我还真挺生气 气得我没法没法的,我就想掐死他 你看,这就是你不对了 没听过那句话吗 婚后你流的汗水和泪水 都是你婚前脑袋进的水 赖谁呀,老公是你自己找的吧 行了,我就不活上浇油了 你看人专家说的多好啊 这个吵架是一个表达内心想法 袒露心声的过程 只要我们是讲究点这个技巧的吵 家庭和身体都会越来越好 那具体就是,啥技巧呢 报告,我也在摸索之中 因为我毕竟也不是情感专家呀 也没有多么丰富的经验 但是我感觉呀,咱们吵架得有个底线 你不能啥磕都往外冒 啥事都往外干 这么说吧 有女伙伴就是比较懒一点 被老公就埋怨了 你瞧着 饭都不做 成天给他订外卖 又馋又懒 你说你有啥优点 女伙伴们 要是你老公这么说你 你打扔 咬的伙伴说了 敢这么说我 那他就废了 那谁干活呢 我就这样 能过就过 不能过拉倒 打住我啊 你看 你这不又点死穴上了吗 底线不能碰